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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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这个视频 我会分享一下 48号Park Nuke 那个进展 如果你没有跟开 这些视频 这个是一个三房的物业 是一个区叫Manswood 那我们这间屋 就跟Netherkern 同时间开工的 But Netherkern 已经租了 几个星期了 那这间屋 就遇到一些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大厦管理要做事的 就是那个 那个down pipe 那里漏水 影响到那个 厕所 那现在那个问题 虽然没有permanently fixed 没有阻止 那个bypass了 工程可以continue 那或者这样 我一会给你一个walkthrough 是 跟上一次做了些什么 你会发觉 是应该很大的difference 我会现在给你们看 OK 我现在在厨房这里 那厨房呢 我们做了一个plastering 就是一个批档 那这个是 应该两三日前 还没干 那我们呢 现在放着火炉在这里 令它快点干 因为明天呢 星期日也好 我们的油油 师傅来这里油的 那它还没干呢 油呢 都不行的 就会滲出来的 那这个 做了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 批档 那现在等干 明天油油 好 那么呢 那个油市工呢 就会来换换这件事 OK 那 那 这间房呢 是这样 有原油呢 就差很远的 那么呢 我带你们去看 那个bathroom 在旁边 那你会看到 difference是怎样的 之前呢 是不是很 好像烂皮烂殼那样 那么呢 其实这里呢 那个 还要有多一层油 还有一片片 那还有一些地方呢 是湿湿的 那我们又是 放了一个火炉 在这里 现在开始 这里的天气就冷了 那这个窗呢 又不可以开 因为呢 它有个露台 那那些人可以爬进来 所以这个房呢 就不断开住 明天的师傅 回来这里又有呢 会差很远 那么呢 这间 这个bath呢 我们就做了这件事 叫wet wall 铺了这个wet wall 之前呢 那些瓷砖呢 已经很骯髒了 我们拆了 那这些wet wall呢 就 maintenance呢 是容易一点 是吧 就是它的蚤蚤呢 不会生露台啊 那些 那为了这样呢 那shower呢 要拆了下来 那shower要拆了下来 那shower要拆了下来 这个房子都油了油 就是油了第一层 还要油的 那呢 你看看 OK 是不是差很远 光满了很多 那些木呢 还没有油的 还没有油多一层 OK 那这个门又油了 OK 那三个房子 这个房子 我不进去 都是油了 OK OK 那地下未铺 因为要油了油才铺 那这房子呢 就放了很多傢俬 我们都油了 那呢 现在就 地毯呢 要等这些傢俬设好位 才搬那个 才换那个地毯 然后这个是厅 那厅呢 现在呢 因为要为了油那间房子呢 那些傢俬就放了在厅那里 好 OK 看不看得到 OK 是这么多进展 先 OK 那这间房子呢 这个礼拜 会完成油油的了 接着呢 就要找人铺地下 电工呢 和家事工都要回来完成他的东西 那呢 就做清洁 清洁完呢 就设家司 那希望呢 很快呢 就可以出租了 但虽然 虽然 是拖久了一点 因为那个 就是那个 那部墙那里 那里呢 那我想大家 agree呢 我们做完这件事呢 互相差很远 又有 对吗 好像另一间 bathroom 最重要是做了批档 和 wet wall 好